欧尔迈特跪在绿谷母亲面前 称自己会赌上性命保护绿谷 绿谷因子听了这话十分动容 他故意坐在欧尔迈特面前 再三叮嘱他 要努力活下去 好好栽培和保护绿谷 绿谷明白母亲的用意 便答应了母亲的要求 随后他就迎来了熊英高中的完全合宿生活 学校花了三天时间 赶攻出的华语联盟 就是他和同学们的新家 校长表示 这次推行住宿制 不只是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 也是为了找出潜伏在学校的内贼 原本他们只针对校内老师展开了摩底调查 但现在他们要将怀疑对象扩大到学生 他们也不愿这么做 但和平的象征欧尔迈特陨落后 危机接踵而至 势必会影响到学校的安定 现在他们必须让学生们感受到学校的立场和作用 这样才能建立起师生间的信任 更大程度保护他们 向泽认为现在师生们还能平安集合 已经是万幸了 在大家进入宿舍之前 他告诉大家 由于临间集训出了意外 他们都没有拿到临时证照 眼下还有时间 大家都得为考证多费心 另外 硬哥 八百万 红胶洞 绿谷 和饭田五人 在那天晚上试图救出爆豪 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如果不是欧尔迈特退休的话 他早就开除了爆豪 阿湘和叶银以外的所有学生了 去救人的五个人不用说 剩下的十二个人知情不报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这样做背叛了教师对他们的信任 如果未来再犯 他绝不轻饶 原本大家以为班主任要发飙 但看样子 他既往不咎了 虽然侥幸逃过了惩罚 但大家心里 就像是被揍了一样难受 不然 爆豪拉住阿明 将他拖到门外折腾了一番后 让他傻乎乎的回来 随后爆豪 逃出了一大钱给硬哥 问他是不是救他时 买夜市镜花光了所有钱 他将钱硬塞给硬哥后 潇洒离开了 访完店 智商降低的阿明 傻乎乎的每个人样 戳中了大家的笑点 硬哥拿着钱 看着笑成一团的大家 宣布晚上请大家吃烤肉赔罪 接下来 向泽带大家进入宿舍 一个班一栋楼 男左女右分配 一楼是公共区间 餐厅 浴室 跟洗手间都在 这样色心大气的 不到子 惊掉了下巴 但向泽阴森森的警告他 不要太过分了 其他同学还在观察宿舍楼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房间 各项设施 一迎俱全 让大家惊呼豪宅 八百万觉得这房间 跟自己的衣帽间一样大 算不上豪宅 但玉茶子已经羡慕的晕倒了 向泽给大家分配好房间后 就让他们结散 各自回房收拾了 晚上 男生们正在一楼闲聊 女生们下楼提出 开展宿舍品评大会 要对男生宿舍的布置进行评选 最优者 能得到房间王的称号 就这样 比赛开始 他们先进入了绿谷的房间 看到满屋子摆到 欧尔迈特的周边 大家都被他的装修震惊到了 但接下来他们发现 之后的同学装修更雷人 当然 他们直接过滤了 耗测鬼葡萄子的邀请 打算走遍出 抱好以外所有男生的房间 女生们最期待看到的 就是红胶洞的房间 因为他可是班上 首屈一指的强者 也是第一大帅哥 作为班草一样的存在 他的房间布局 厉害到了 然而眼貌猩猩的程度 但大家没想到 最不起眼的沙堂 竟然轻松赢过了 红胶洞的合适布局 受到了女生们的追捕和花赞 因为他的房间里 正烤着香甜的面包 之后 大家来到了女生的房间参观 因为喵蛙种子身体不舒服 所以没有人打扰他 然而在他们走后 喵蛙种子小心地探出头来 确保真的顺利躲过这一劫了 800万的房间挤得不行 他说这些 都是他用惯了的家具 他全都带来了 只是没想到宿舍房间 实在太小了 根本就装不下 不愧是大小姐的做派 开口就是豪宅级别 除了抱好和喵蛙种子 所有人都参与了评选 粉红女郎宣布 沙堂与5票 遥遥领前其他人 获得第一届房间王评选冠军 理由是 他做的蛋糕超级好吃 就在大家嬉笑打闹的时候 玉茶子浇住了 在角落准备走的 红胶洞和绿谷 还有硬哥 800万和饭田 他们走出门 却看到了原本身体 不适的妙蛙种子 站在那里 妙蛙种子 曾在他们出发 就抱好钱说过 如果他们擅自行动 那么他们的行为 和恶人没有两样 他当时是故意 说得那么难听的 但没想到 他们仍然一无反顾地 去求抱好了 所以他十分自责 没办法和大家说说笑笑 说着 把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大家都明白 妙蛙种子的意思 赶忙上去安慰道歉 现在大战已过 是时候回到 安宁普通的学生生活了 现在大家的第一目标 是取得临时证照 这是关乎人命 并且要肩负起 重大责任的正式官方证照 拿到证照前 需要经过十分严格的测验 而且 他们每个人 至少得开发出两样必杀技 招式是自身的象征 现在几乎没有 必杀技的职业英雄 因此所有人都必须得 在成为英雄前 根据自己的特长 想出合适的必杀技 想则带大家 来到嘎玛体育馆训练 尼巴老师可以任意创造地形 帮助各位同学训练 而封一老师可以分身 能增强训练强度 英雄需要在天灾人祸 等各种事故发生的 紧急情况下 证件临重 因此 证照考试 就是要看考生 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其中包括学生们的 情报收集能力 判断力 机动力 战斗力 以及沟通能力 魅力 等各项能力 其中战斗力尤为重要 有没有必杀技 将大大影响测验结果 只要不被环境影响 并稳定地采取行动的学生 就会被认定具备 极高的战斗力 当然 必杀技不一定是攻击技能 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招数 都能被称为必杀技 想则要求学生们 在开学前的十几天内 强化个性 并创造出必杀技 此外 他们还得根据 强化后的个性和招式 改良战斗服 大家听完巷子的安排 个个都信心满满 只有手臂遭遇重创 可能这辈子 都不能用手 打架的绿谷感到焦虑 风一老师 根据大家的个性和能力 给出训练建议 看到正傻愣在原地发呆的绿谷 他立马上去打了他一圈 绿谷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迷茫 风一老师认为 他的战斗风格还没有固定 还需要深入琢磨 于是让他继续思考自己的问题 这时 欧尔迈特从门口走了进来 他看到绿谷正在和风一老师谈话 看样子绿谷 还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 接着 就看到爆豪三两下暴击 就打败了风一老师的分身 爆豪的优异表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欧尔迈特知道这小子很强 看他现在的水平 以后一定还有更高的水平 绿谷也看到了爆豪的表现 这样他更加迷茫了 他不知道自己这双手 是否还能创造得出比杀计 就在他思考的入神的时候 欧尔迈特走到他的身边 对他说 你还是一直试图在模仿我哦 绿谷不明白欧尔迈特的意思 想则建议他去找学校开发工坊 打听一下 他打算让工匠老师帮忙 开发出能辅助手臂活动的防护具 羽茶子和范田也来到了工坊 他们看到在门口犹豫不决的绿谷 正准备上前打招呼 只见绿谷忽然被门内的爆破炸飞 烟雾散去 却看到菜粉头同学趴在绿谷身上 菜粉头之前为了介绍自己的产品 特地找范田当代言人 后来还和绿谷组队赢得了比赛 不过这些事他都不记得 他的眼里只有他的发明 绿谷立马叫住他 告诉他自己要找工程机器人老师 讨论怎么改良战斗服 一听到改良战斗服 菜粉头眼睛都看直了 他把绿谷上下摸了个遍 然后把自己发明的 牙箱宝贝动力装给他穿上了 但绿谷表示 自己只需要能辅助手臂的装备就好 但动力装不受控制的动了起来 差点闪到了他的腰 范田见绿谷这样子便不敢伸张 瞧瞧找到工程老师告诉他 自己需要强化脚步冷却机 但他没想到菜粉头还是听到了 还擅自给他手臂装上了推进器 范田被推进器破坏了一阵后 才勉强落地 他强调自己的个性用的是脚 而不是手 菜粉头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想要冷却脚的话 用手臂奔跑不就可以了 虽然范田觉得他在乱说 但绿谷却被这句话点醒了 他讲到奥尔迈特说的模仿 急经思索后他明白了 他兴奋地告诉范田和玉茶子 他已经想到战斗服和必杀技的雏形了 但在那之前 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向范田请教 范田不明觉厉 但四天后成品出来的时候 大家终于看懂了 经过几天的训练 同学们大有进步 A亚想到让黑影附身 隐藏短板的办法提升战斗力 而爆豪此时 已经想到了第二个必杀技了 他的天分和实力 得到了向泽和欧尔迈特的高度认可 但爆豪战斗后打落的石头 眼看就要砸中 正在下方看热闹的欧尔迈特了 忽然 他这次并不是用拳头使出的爆随风 而是用脚 经过菜粉头的提醒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 一直以来存在的误区 欧尔迈特的必杀技是用拳头 所以继承了他的力量的绿谷 以至下意识认为自己应该用拳头 但既然手臂有隐患 那为什么不用脚战斗呢 这就是弯夫奥的射门风格 欧尔迈特看到他的必杀技 心里十分欣慰 看样子 绿谷已经找到思路 突破现在的格局了 离他实力更上一层楼 虽然也就不远了